俗话说,一个人的人品好坏,只有在遇上事二时才能暴露。这句话在国际社会上同样适用。 地比亚的二次内战,就是一个检验各国人品的好机会。美西方在联合国安理会上,公然拉偏价。 俄罗斯看不下去果断出手制止。考虑到难民问题,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也放狠话,绝不会坐视不管。 而此次战争还炸出了阿拉伯半岛国家的野心。 4月16日,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论的讯息称, 鲁莽的沙特王储,正在点燃另外一场内战。 社论直言,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萨勒曼拿出一笔巨额资金, 旨在通过支援哈夫塔尔,在利比亚的战争,而进行一场全新的赌注。 该报还爆料,国民军对首都迪利波里的积极攻势, 得到了来自沙特、阿联酋和埃及的经济支援。 此次美媒体爆出,在哈夫塔尔背后,推波助澜的三个国家, 无疑又让人们看清了中东北非混乱的局面。 也挖出了沙特这个哈夫塔尔背后的大金主。 早在4月13日,华尔街日报就爆料。 沙特尔以和利比亚国民军达成协议,将拿出数百万美元,帮助其攻占首都迪利波里。 而沙乌地阿拉伯,作为靠石油起家的土豪国, 却实力阐释了人傻钱多这个词语。 在其支援下的多场内战,军耗石耗力不讨好。 半岛国家夜门爆发内战后,胡塞武装表现活跃,打得政府军节节败退。 为帮助夜门当局,防止伊朗渗透,沙特等国组成联军打击胡塞。 但一副好牌被打烂,武装到牙齿的国际联军,打不过拖鞋军胡塞。 气急败坏下沙特战机,开始拿平民撒气,造成大量百姓伤亡。 又被联合国控诉犯下战争罪。 正是鉴于萨勒曼的愚蠢行动,才让美眉质疑。 此次又将保押在哈夫塔尔身上,是给自己翻盘还是陷得更深。 沙特、阿联酋、埃及,都是无力不起早的国家。 正如华盛顿邮报说的,他们在进行一场豪赌。